有句老话说的好啊 印钱一时爽 购买力火葬场啊 家人们啊 此时此刻 全世界的印钞机正在5加2 白加黑 不停歇 前两天呢 全世界最重要的20国首脑 搞了一个视频群聊 人类历史上上次出现这种画风的呢 还发生在复仇者联盟里面 有点失态啊 那这个群里面的家人们呢 就决定了 一起搞个5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 带头呢 大家都知道 就是率先开闸放水的老美 那很多家人们呢 就在后台私信我们啦 就说了 这个无底线的QE 会不会有什么后果呢 后果就是 美元开闸放水 其他人也得跟着放水 就像小学生上厕所一样 成群结队 手拉着手啊 那又有人就问了 说那我们可以对老美说做梦吗 我也想了 可惜目前来看 老美是这个群里的扛把子 美元放水 如果储备的美元 或者购买了美国国债的国家 不想被薅羊毛 就必须得跟着一起放水 那这是一家硬钱 全球买单啊 理想状态之下呢 我现在应该点个名 老美你给我站起来 欠我们的钱给我还了 可是现实是 老美你给我站起来 老美呢 站起来嘿嘿一笑 哼别问 问就是债都不压身 哥现在困难 要么帮帮哥 哥缓过来了呢 还可能会还一点 要么一起完蛋 要么一起完蛋 到时候你找谁要钱去 那有家人就问了 说这不是不讲道理吗 人家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 已经干过这么一次了 老美咔咔应美元 导致呢 各个国家压上帝的美元 瞬间贬值 而本国货币呢 变相伸直 全有就被坑了 辛辛苦苦造出来的产品 根本卖不出去 而老美呢 趁机造出了危机 而现在呢 我又来一次 大家一看这势头不对啊 赶紧开动硬钞机 放水对冲 我的心好嘞 我太难了 每次打团战 你总是在那乱放技能坑队友 老美是没破产 但是这美元的信用 快要破产了 当然了 人家也是一联美去 哎呀我这么好看 我不能领盒饭呢 虽然我没有节操 可是为了保命 谢谢各位家人跟我一起扛下来 哈哈哈哈 我的是我的 你们的也是我的 哈哈哈哈 那有人就问了 我们能不能退群啊 相信我 家人们 能退我们早退了 美国经济打喷嚏 全世界跟着感冒 他生病 大家一起吃药 没法避免 不过呢 相信我们 我们应对这道超纲体 已经交出了目前为止 足够优秀的大卷了 总有一天 我们会对着这位 不太讲道理的童小 大喊一声 做梦 职能财经 深入理性 记得点赞加关注